现在是9点41分 外面下着雨 你看 但是我在车里挺好的 天里很暖和 这一点都是真的 我又没带什么位子 睡起非常非常的舒服 你看 这是雨滴 你看 如果没有这个车的话 那还真麻烦 睡觉 下大雨了 睡不着啊 这样下去明天怎么开车呢 是个大问题 哎呦 哔哩巴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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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难受 好在在车里啊 不然就麻烦了啊 还是接着睡觉吧 马上就三点还差两分钟 人家睡不着啊 我现在没办法翻出来这个 充电宝 我把它插在衣服上啊 不然睡不着 真的是累死 没有休息好的话 第二天开车 也是有点危险的 真的 你看看 现在我把这个装起装起 看能不能暖和一点 继续睡 被子带的少了 没办法 这么远 然后你用不好 多点东西 这 冷啊 谁知道突然在10度 真的是麻烦 好了 继续睡吧 刚刚五点钟 昨天晚上没睡好 根本没法睡 哎呀 现在出发吧 找地方加油 现在还早 肚子有点饿了 昨天晚上没吃晚饭 为什么急急忙忙的 水也没有 什么都没有 吃的也没有 搞这个车搞了好久 限车 限了太久了 限了五个小时 四个小时 哎 没办法 先吃点东西再说 先吃点 买瓶牛奶 还有一点饼干 吃完了再走 经过一段时间的行驶 和驾驶 我现在对方向盘的驾驶 已经慢慢熟练了 大概开了 应该是100公里左右吧 现在我非常非常的自顾了 哎呀 早知道就买方向盘的 之前的Q2不应该买 发向盘的很好 你看开机像汽车一样 哇 这速度现在大概 这个表显示 50到60公里 50到60多 实际上这个GBS跟它 不对的哈 大概显示60的时候 这个高的地图显示的是50 也就差10公里左右 所以摩河期 没有感情 我最高的就上到50 饿了一天了啊 现在在路边的这个 早餐店吃了一个粉 这还属于香糖的地界 今天下午肯定赶大家了 吃饱喝足了 慢慢跑 这个方向盘的驾驶方法跟那个把手的驾驶方法 这个车的时候经常是起步的时候忘记了松手杀 这一点以后要注意 又下雨了 下雨 一直下着毛毛雨啊 你说 这个车 它的好处就是在这里 因为昨天就有好冷下雨 我就停车 在车里面一直坐着睡着 昨天晚上下了一天了 天气一直都这么阴沉沉的 温度很呲 昨天晚上10度 今天可能也就12度了 我现在看起来很熟了啊 那爬坡 如果你要快跑快的话 那照应就大一点 但是如果不爬坡就没有 已经到恒阳了 比我们那里应该还有100多公里啊 看起来挺好玩的真的啊 挺过瘾的 看起来 等一下 还是要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太累了 就是晚上没睡到觉 今天的话起又起的时候 今天赶回家肯定没问题的啦 今天也跑了几个小时了 现在因为太累了 就在这个也不知道是什么村委会啊 是什么服务站啊 在这角落上休息一下 好 先休息再说 好 你们看我昨天晚上怎么睡的 放下来看 嗯 放下去 看啊 我这个凳子放下去了 昨天晚上我是这样睡的啊 看 看 看清楚没有 我今天 我今天又这样睡一下算了 我把这个油桶 放下去垫脚 因为加油啊 因为加油啊 还特意买了个油桶 放在这垫 看 看 看见没有 看不见 看 整一张床就这样 好 睡下 看 还没有改装的时候 就可以这样睡 看 看见了吗 改装了就很舒服了 先睡一下 我经过 差不多200公里的驾驶吧 我第一次驾驶那个带方向盘啊 感觉非常非常爽 现在我的后 那时候为什么买一个靶鞋 根本就没有感觉 现在我感觉这个方向盘了 我这个车啊 所有都跟小车的体验一样的 就是噪音大 这一条 没办法接受 就是这样 都可以 但是单钢发动机都这样的 你们不要说什么技术 什么去改什么 要把它做到跟汽车一样的噪音的话 人家早就做了 既然我选择了这个 单钢发动机的这个三轮圈 我就要接受它的这个噪音 我觉得没问题 我一点都不嫌疑的 你们看现在我就这样 你看啊 一边说话 一边就一个手一个脚 好简单啊 早知道这样方向盘是这么好开 啊 还是这么舒服 我现在真的搞不清楚当初为什么我要买靶式的 太好了 但是我要把这个马仕的那种习惯就纠正过来 像沙车的话 随时就在脚 马仕的话 随时就在手 很舒服的 一点都没有感觉到疲劳 背靠靠的 啊 挺好的 马路走的好 就是 如果是农村的那种坑洞洼洼的小路 选择这种手动离合的可能就不好开 但是我可以选自动离合的 就是牺牲一点动力和油耗啊 你看 我跟前面那个车的话 我一加油的话 跟他们差不多的 也就是说 在小车中一起行驶 我这个车 不甘落后的 这个噪音 我倒真的觉得非常舒服 今天下了一天的雨 现在的话 才真正的停了 啊 如果不是这个车 是两轮车 敞篷带 那个就麻烦了 你还经过上的坡路段 我现在开起来真的 一点感觉都没有 还是一点都不困 这个脚它掌握油门啊 你稍微轻轻放一点就行了 但是起步 油门不好掌握 这一点 大家应该清楚啊 你看 好舒服 如果选择这个 手动离合的 两百动力是够了的啊 不要去搞了二百五的 二百五的 那油耗又高 噪音会更大啊 舒服了啊 真的 哎呀 天气不好 我好好了 我估计这个噪音会低一点 但是就肩盖这个照片 我能接受 没问题 因为我的QR好多了 说句心灵话 好了 我还有一百多公里就到家了 我还有一百多公里就到家了 这个方向盘呢 这个方向盘呢 这个操纵起来非常非常简单 只要习惯了就行了 只要习惯了就行了 你不习惯的话 开把手的话 它就跟着不一样 如果把手的话 你想一个手驾驶 一个手操纵方 那个要把手的话 还容易放在放去 你看这个就很简单 啊 我为什么选择这个手动离合呢 手动离合不但动力足 而且下坡的时候 你可以踩离合 然后溜坡啊 这样可以接受很多油 行车可能造型会大一点 这个肯定的 这个车我开了这么久啊 它驾驶室内 没有什么那个烧焦的味道啊 但是以前我那台车就有 刚买来的时候 经常剩下的烧焦了 你看下坡了以后呢 同样速度很快啊 你就不用加油啊 随时这个脚踩在刹车上 随时都可以控制 所以它的好处 但是 可能手脚不灵便呢 很难驾驶 就这个问题 它的冷却系统更好 比我原来的车更好啊 我开了这么久 不管是快 好慢 它这个水温 始终没有上去 一开始出城的时候 我又不熟悉 又是晚上 所以 可能一挡 二挡 三挡在跑 跑了 应该有 二十公里左右吧 一点烧焦味道都没有 而且温度没有上去 如果水温上去的话 你就要注意了哈 特别是磨合器 如果水温上去 它对发动机伤害可能会很大 开启这个人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了 昨天晚上激动了一碗都没睡 昨天晚上下了一碗的雨 我就在那翻翻滚滚滚滚了一碗 走走就起来了 五点就起来了 大概几点钟能够到家 到家要好好休息 又下雨了 你看 一下又下雨 一下又下雨 暴雨前行 看看 有味道吧 我真没感觉到跟小车差别有多大 基本都一样的看 这到哪了 我也不知道应该出了河梁 好吧 离成就也不是远 今天怎么也要赶到 前方经过时空轮发地 请小心驾驶 哎呀技术不好 到家的时候撞了一下 哎呀你看 好可惜啊 这个地方撞了一下 这个地方撞了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没开灌 没开灌的时候就 把那个刹车 当油门了 所以 所以 哎 已经到家了 还出现这种事情 真的是 哎呀 怎么回事啊 真的是 看怎么办了 这回 那 撞了这个地方 撞了这个地方 应该要做板筋才行 这个板筋肯定几百块钱了 没办法 不熟啊 对这个车性能不熟悉 还是不行 好了 先回家吧 明天再说 啊到家了 转这个弯进来的时候 因为 打弯过去以后 没有记得及时打回来 所以就 方向就 直接撞在边上 啊 这个 起码要几百块钱了 不过没关系 车子开回来 人也安全 车也安全 只是 有点毁容了 好 多谢你们看完视频 希望大家给我点赞啊 继续 希望大家 汇报这辆车的其他的事情 过几天再说吧 再见